明朝初期,肆虐于我国东南沿海的窝患,一直以来都让人觉得扑朔迷离,窝患到底是怎么产生的,前期窝患和后期的窝患有什么程序关系,窝患突然肆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?他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?寇是由两部分组成的,一部分是日本人,一部分则是贼人,其中贼人可就不仅限于日本人了。 还有很多明朝人在里面,很多人刻意回避这个问题,但不得不说,明朝比较出名的窝寇领袖,清一色都是明朝人,被胡宗宪抓获的窝寇头子汪直是明朝人,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。 早年也是窝寇出身,历史上最早关于窝寇的记载,是目前留存于中国吉林省吉安县的高沟里广开土王碑,上面刻着窝寇溃败的记事。 记载了年代,为公元404年,1961年,盖北连铜栋沟古墓群一起被国务院批准,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公元1333年,控制日本政治的联仓幕府灭亡,在京都和吉野分别出现有不同武士集团所拥立的天皇。 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,集团之间不断进行军事对抗,一些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。 基于贫困而加入海盗队伍,他们在支持南朝而居于下风的松浦家支持下,对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的沿海地区进行海盗入侵活动,肆意抢劫财物,绑架人口,甚至杀戮生命,高丽成了当时窝患的重灾区。 据统计,高丽从治政十年至治政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,年年都会发生倭寇入侵事件。 入侵的倭船规模大小不等,少者五十余艘,多者则打二百余艘,他们每到一地则卢设禁坟。 并且高丽境内的曹传,也成为鲁掠的主要目标,迫使高丽王朝最后改曹运为陆运。 高丽没办法,曾专门派遣使者戴迪文前往日本进行交涉,此后的日本和高丽就打击窝盗进行了一定的军事合作,并主动送还被鲁掠的高丽人口。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以后,心里一直很不踏实,为啥呢? 因为他的老对手方国珍、张世成的部下们,跑到东南亚干起了海盗的营上,时不时想着反攻大明朝,这还得了。 尤其是方国珍的部下,都是非常熟悉海战的军队,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朱元璋下令,寸板不得下海,啥意思? 就是说,不允许沿海居民在下海打鱼。 这便是闭关锁国的雏形,从此以后,大明朝和海外的贸易基本被认为中断了,在那个农业社会当中,自给自足,尚且还能过得下去。 所以,一开始除了沿海居民强烈反对外,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好事,可时间长了以后,恶循环就出现了,过去沿海的渔民们靠打鱼为生,沿海商户靠海外贸易为生。 如今你剥夺了人家讨生活的资格,总得安排一下营生吧? 很可惜,明朝并没有妥善安排这部分人的生活,这直接导致这部分人中出现了大量倭寇,这里面大多数人过去从事海外贸易工作。 如今失去了经济来源,房贷车贷根本还不起,只能干上了走私的勾当,而走私又是大明朝严令禁止的事情,因此爆发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。 这帮人当中,大多数人选择将日本作为其中一个落脚点,原因也很简单,一来日本过去一直都在和中国做生意,二来日本当时还没有闭关锁国,甚至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。 因此,这帮做生意的人在那里十分受欢迎,时间长了以后,日本人当中的一部分浪人也选择加入到了海盗的队伍当中,这就是倭寇形成的原因。 现在一提到闭关锁国,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清朝,认为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,才导致了中国在近代落后,实际上闭关锁国的老祖宗正是朱元璋老爷子,其实也可以理解朱元璋,他好不容易打下了天下,想要老朱家的天下永世流传,当然不希望外来力量干扰自家的统治。 但是,毕竟老朱生活在封建时代,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,可闭关锁国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,不仅断绝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,而且还顾不自封,越来越自大,最后只能挨打了整个大明朝。 也就龙庆皇帝在位期间,搞了个明朝版的改革开放,也就是龙庆开关,才算是有限地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局面。 不过很可惜,龙庆开关也只是开放了福建漳州这么一个小港口而已,清成明治,基本上也沿袭了明朝的政策。 毕竟那时候,清朝统治阶级文化落后,必须要向中原王朝学习,而且台湾还没有回归,清朝自然按照明朝的老办法,实行了海禁政策。 康熙23年,收复台湾以后,清朝正式取消了海禁政策,也就是说,清朝其实是对外开放的。 当然了,这也是有限的开放,但是清朝开放的通商口岸,可就比明朝多太多了,在广东开放了广州,在福建开放了厦门,在浙江开放了宁波,在江苏开放了松江,清朝在这里设立了海关,从中获利颇丰,明朝以前,那就更开放了。 原朝时期,十分彻底地打开了国门,与全世界进行文化、经济的往来。 宋朝也是一样,对外开放的程度非常高,他们在泉州、广州、明州等地,设立士博司,专门负责对外贸易,宋朝的瓷器、茶叶、丝制品,成敦的运往海外,为宋朝的经济添砖加瓦。 那时候的福建泉州港,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,唐朝更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朝代,一度实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,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来经商,甚至还有不少人在唐朝为官,由此可见,明朝之前非常开放,明朝之后相对开放,也就是明朝的时候,完全彻底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,导致了倭寇横行的局面。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中,经济重心日渐难移,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壮大,南方商品逐渐流向北方,甚至是国外,宋朝曾在杭州、宁波、广州。 泉州等地设立了士博司,来专门管理海贸易事务,当时中国是整个世界财富的汇集中心,外国商船纷纷聚集于宁波、广州、泉州等港口,宋朝之后的元朝和明朝, 基本继承了这一对外贸易体系,明朝中后期,东南一带的私人海外贸易十分繁盛,加进二年。 来华进行贸易的日本人,因为在宁波持蟹斗殴,殃及了中国军民,大明政府撤销了士博司,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。 并且还严禁私人海外贸易活动,由于失去了财富来源,很多过去从事外贸活动的商家。 召集无业游民,追随倭寇,进行抢劫掠夺活动,其中最著名的倭寇头目有汪指,他深受日本贫护领主的信赖,在进行经济贸易时,很多外国势力与国内的奸商相互勾结。 外来的倭寇在没有内应引导的情况下,侵扰东南沿海地区时,极易被剿灭,但是如果有了内应,侵扰活动就变得就十分容易了。 这些内应往往十分熟悉国内的航道,以及军队的布防情况,在他们的帮助下,倭寇势力在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时,损失甚少,在明朝初期,朱元璋所建立的海防设施是极其完善的。 他在通过外交手段与邻国建立良好外交关系的同时,又设立了房屋卫所来维护沿海地区的安定,洪武前期只有莱州、登州、宁海三座卫所,之后又相继修建了多座卫所,洪武十七年,于日本断交后,明朝又加强了军事防御,除了驻建防御设施以外,还加征了士兵专门负责防卫倭寇,明军还发现了倭寇后顺风而进的规律。 按照这个规律,明军可以时刻调整海防系统,可以说当时的海外防御系统固若金汤在这种积极主动的海防措施下。 明朝前期的倭寇势力并没有得到壮大,到了明朝中叶,随着土地兼并运动的发展,卫所的屯田也遭到了侵占,卫所的士兵也被豪强贵族,强势占为加奴,士兵们不堪虐待,纷纷逃离卫所。 据统计,在明英宗正统三年逃亡的士兵达到了120多万,到了嘉靖时期,各卫所的平均士兵数由过去的5000人减少到1700多人,并且这1700多人中大多都是老弱病残之辈,毫无战斗力。 面对倭寇的袭击只能坐以待毙,士兵减少的同时,卫所的配置也越来越差。 军队的军粮时常拖欠,战舰由于缺少保养修理,数量也在不断减少,在这种缺缘严重,士兵战斗力极差,军械配置低的情况下,倭寇势力越发猖獗,到了明朝后期,除了东南沿海地区以外,北方边境也不太平,残存的援朝势力常常南下扰乱北部。 政府将精锐部队调往了长城一带,以及京师地区,这导致东南地区的海防力量进一步被削弱,可以说当时的大明王朝处于一种自顾不暇,岌岌可危的状态当中,倭寇问题对明朝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。 这些倭寇不仅是沿海地区的城镇衰败了下去,还是其他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饱受赋税压迫,倭寇问题使整个中华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。 对吧。 感谢观看